我們國內新增的250例 本土確定的病例 那種死亡有26名 那我們今天要公佈 我們國內新增的250例 本土確定的病例 及1例境外移入的確定病例 那種死亡有26名 那分佈區域還是在新北市133例 台北市65例 基隆市16例 桃園 桃園市13例 苗栗縣9例 花蓮縣3例 宜蘭新竹彰化縣及台中各2例 高雄市雲林新竹縣各1例 那今天案例比昨天還少一些 那整體來講 這疫情並沒有很大的變化 當然也沒有突發的惡化 那雖然這幾天病例稍微比較少一點 不過我們還是要非常的謹慎以對 那尤其還是要再呼籲 這幾天 在 開在放假 大家還是要留在家裡 盡量避免外出 減少聚會 那也要把口罩一定要戴好 那請洗手 一再的呼籲大家把這最基本的事情做好 那對防疫 一定會有幫助 那也請大家配合 解禮 120 9 居民 重點 來